明镜推荐 明镜为您推荐 明镜电视节目惊讶 敬请锁定 正好这个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 在600亿之外呢 习近平还提到在跟非洲在未来三年和今后一段时间重点实施八大行动 那么这个八大行动的里面包括实施50个农业援助项目 向非洲受招国家提供10亿元人民币紧急人道主义粮食援助 向非洲派遣500名农业专家 为非洲实施50个贸易畅通项目 为非洲实施50个绿色发展和生态环保项目 还有在非洲建立10个鲁邦工坊 为非洲培训1000名精英人才 为非洲提供5万名中国政府奖学金名额 为非洲提供5万个研修培训名额 邀请2000名非洲青年来华交流 升级优化非洲50个医疗援助项目 实施50个文体旅游项目 实施50个安全援助项目 好像习近平特别喜欢50这个数字 50500很多 当年胡耀邀请3000个日本学生到中国留学 这个中国人们都气死了 现在他要邀请5万5万过 那么我谈这些东西 我想问何清莲女士 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 在非洲这个地方 除了投资不安全以外 有一个统计数字是95% 这个投资都亏损 那么还有一个就是说 人家现在批评中国在非洲 有一个新殖民主义的政策 这是不是中国必须面临的一大后果 我先把前面的问题谈一下 然后再对头谈那个新殖民主义 好 前面这些问题 其实习近平是很有针对性的 非洲大家都知道多少年来 很多国家因为战乱 因为天灾 常常粮食欠收 所以农业凋敝 美国一直是最大的粮食援助国 美国有一个实行了几十年的计划 叫做粮食犯和平 那么就是通过这个联合国的联农署实行的 联农署实行就在上个月 川普刚刚停了这个项目 就是提出来 就是在新一年的财年 财年里面 把这一个一笔钱 废除了 那么就是不再给非洲提供这个 粮食援助 这一点古铁雷斯就是联合国秘书长挺生气 一听了以后就立刻发表讲话 又是谴责批评 又是恳求 批评就是说不应该犯下这种人导援助 恳求就是美国还是要尽大国责任 要不然非洲会腐贵难 那么习近平这个时候提出来 应该说正好符合这个非洲的需要 应该说是非洲缺什么 还是送什么 但是这里我也要讲一条 非洲 因为刚才我讲 中国今年跟美国贸易战 不是那个大豆争的一个主题材吗 就是这里就牵涉到中国一个弱软的 就是粮食进口 过去的中国的三大主粮 就是这个大豆玉米小麦 都依靠从美国进口 美国是最大的进口国 现在就是可能准备把非洲 建成中国的海外粮川 那么这一点 中国的农业水平 当然是比这个非洲要高 派一些专家去指导 应该说是有可能的 而且非洲肯定是翻译这个项目 这一点 中国也解决了一个粮食的后顾之忧 就是你美国别想掐我脖子了 但是我不知道非洲那个地 是不是适合重大豆 因为重大豆是挺消耗粒粒的 这个他们可能农业专家比我更清楚 大概就这样 这是第一条 第二条呢 就是讲那个 要牺牲多少个非洲留学生到中国来 就正好你看我开始讲过 英国跟这个非洲的关系吧 就是从殖民地建立以来 上百年就是非洲的贵族 那个统治者 包括酋长的子弟 都送往他们那里 在一顿工学开始就是同学啊 好 那么中国没这个条件 中国就吸收次一点的人 把他们经过培养 弄成精英 训练成精英 然后呢 就产生一种 就是形成一种亲中势力 这个是中国的残缘考虑 至于你谈到那个什么呢 从中国政府的立场来说 他这样做的是有他的残缘考虑 从中国人 人民的立场来说 他们的愤怒是非常有道理的 因为中国人呢 非常穷 每年教育产业 大家是扎锅卖钱 也得欠债也得共职力 而这些人呢 非洲学生来了 每人每个月 四千块人民币 你说要中国人看气不气 我也生气啊 就这样的 所以 这下还有一条 中国人呢 最不能容忍的 就是这是为了你中共政权延续 也不是为了我们中国人啊 那个什么 中国人的幸福 和中国人的发展啊 所以这一点呢 我是非常理解这个 中国老百姓的愤怒的啊 但是中国确实 在这个非洲的发展 遇到一个大问题 我以下说的稍微学术化一点啊 但是必须要理解 就是中国呢 在非洲大连投资的时候 很快就遇到了 第五代民主主义的兴起 全球内的第五代民主主义 那个911是个标志性事件 那是宗教民主主义 对美国的挑战 中国在这个宗教民主主义呢 是西方世界头痛的问题 包括目前发生的恐怖袭击啊 还有伊斯兰主义啊等等等等 都是宗教民主主义 中国在这个非洲和拉美 遇到的是什么呢 是资源民主主义 资源民主主义有两个理论主干 一个呢 是新殖民主义 一个呢 就是这个 阿民的那个 伊富瑞 新殖民主义 很好理解 就是说这些殖民者到我们这儿来 是来抢夺我们的矿产资源 然后呢 就是用低价购买 然后就是在把他们的工业品高价薰销给我们 然后就维持他们的国家发展 剥夺我们这些 未殖民国的人民 这跟那个老殖民理论是差不多 只不过是殖民的主体 处在那个经济发展的中心 这些其他的第三世界国家就是处在边缘 那么就是这些中心国家来就通过他们的工业技术 还有这个金融优势 盘博这些发展中国家 那么发展中国家呢 就只好在经济上依附于这个 这些国家 但是这个阿民的理论呢 为什么破产呢 有一个很大的 在我看来是破产 他说的是这些国家 帝国主义国家 缺乏资源 而这些什么呢 穷博富有资源 这一点用在美国身上完全不合适 美国现在是世界上最大的农业大国 向外面出口粮食 又是最大的资源大国 向外面出口资源 又是最大的科技大国 就是互联网技术 它是源头 还有也是教育出口大国 所以发展经济学就是因为 阿民这些基础理论设计的不太好 所以到后来呢 就基本上新生了十年左右的破产 但是他在这个拉美国家 非常有影响 拉美国家大家都知道 从这个二十世纪 三十年的辟农执政开始 是全面左倾 形成了一个左倾的那个拉美政治圈 这些国家都信奉社会主义 信奉新马 新马就是新马克思主义 所以中国在这两个地方投资 在非洲遭遇的是新殖民主义理论 在实践者的对抗 在这个拉美遭受的是这个阿民的 那个衣服内的对抗 我其实听过一个伦敦政治经济学的学生 跟我谈过 他在那边读博士 结果来了一个黑人学生 是非洲的 一开头就讲新殖民主义 对非洲的危害 最后就把新殖民主义的主体 就当作这个中国 然后就在那里大家批判 整整一个小时就是他在谈 结果听到那几个中国学生 心里很愤怒 和他在吵起来 但是其他国家学生都支持这个黑人学生 所以他当时就感叹 说中国在非洲也是步步难行 不讨好 这些东西 大家如果你要是到非洲去就更加清楚 而且那个非洲的NGO 有好多都是西方资助的 谈那个防保啊什么什么 所以那一套理论 我们大家都知道 这个防保机构都是蛮厉害 如果他们要是针对美国一个本土的企业 美国本土企业碰到他们都很头痛 更不要说中国在非洲 遇到这些防保组织 根本就对付不了 好吧下一个问题 最后一个问题我想问就是说 我们一般谈中美对质 我们谈贸易 谈亚太 谈台湾 谈南海 谈东海 但是呢 很少关注到非洲 那么这个第二战场理论出来以后呢 可不可以理解为 第一个中美的对峙 范围更广泛 这是第一个 第二可以说在程度上呢 应该是更加加剧了 我想是这样 目前只是个开头 中国在这个第二战场的对峙 声势上肯定会比美国要大得多 因为他是个专制国家 一开启一个计划 那就是举国体制 资源 人力 宣传都跟上 那么我们大家也知道 川普现在正面临这个 11月中期选举 目前连那个大法官听证 都遇到 那个暴民事的抵抗 就是 目前是很麻烦 一定要过了这个中期选举以后 他可能才有精力的来 拷抗这个非洲的盘子 所以 声势上肯定是美国弱如这个中国 但是有一条 美国有任劲 中国呢没有任劲 而且美国在非洲的麻烦没这么多 美国呢 这个国家的投资分得很清楚 投资就是投资 援助就是援助 比如取消的粮食援助 就是取消粮食援助 但是他准备开启投资 就是投资 但是他也不是政府直接去投资 而是鼓动海外私人投资公司去投资 只不过是 这个机构就是国际开发金融公司 进行债保险 所以 这个私人投资公司 会比较谨慎 考察这个项目的可信性 项目的风险 项目的盈利 它的投资过程会比较 而且项目评估过程 会非常缓慢 所以 在那些高峰野地区 肯定美国公司是不去的 这个美国这个海外私人投资公司 我说的就是要并部这个国际开发公司 做主体的 已经有海外投资40多年的经验 基本上是成功的 这也就是川普为什么放心把这个公司 把这个国际开发署的几项大功能交给他的原因 所以 但是你有一句话是对的 就是中美的这个对抗 经济方面的对抗 已经从这个贸易战 扩展到一些投资领域的争夺 这个也是已经看得到的趋势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